傍晚时,我爸回来了,看见我他顿时竖起眉毛,抬手扇了我一巴掌。 这结结实实的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他嘴里还在往外冒着难听的话,小贱货,你怎么不去死啊? 老子今天差点给你害死,今早他出门上工时与一辆大卡车擦肩而过,一整日都心有余悸。 我双眼含泪委屈地盯着我爸,他反而更生气,抄起扫把又要打我。 奶奶和我妈闻声赶出来,听我爸一说缘由都觉得我活该,因为那道士的趁烟,家里发生什么倒霉事都会怪到我头上。 奶奶愿毒的目光扫过我,咬牙切齿道,都怪你这小煞星,家里才那么多道没事。 你自己倒是一点是没有,你赶紧死,别把全家客死了。 我看向妈妈身后的弟弟,指了指他,明明弟弟也好好的,家里什么倒霉事都不曾波及过他,而我却因为这些祸事被打。 讨债鬼,我妈怒气冲冲地冲过来,宁起我的耳朵。 恶狠狠骂道,你还敢咒你弟弟,要不是你弟弟福气大他也要遭祸,奶奶也连连复合。 还好祭祖福大命,大财没被你祸害,要不是有你弟弟在,我们都要被你害死,晦气东西。 我爸怒火上头一脚把我踹翻在地,指着我继续骂,不是你这灾星压了祭祖的福气,我们家都要发达了。 你还敢诅咒你弟,看我今天不打死你,扫把一下下打在我身上,各种恶毒的话钻进我的耳朵,我哭喊着无奇耳朵,余光瞥见弟弟阴沉的脸。 最后扫把打断了我爸才停手,我妈劝他先去吃饭,至于我,失去了吃晚饭的资格,我爸点头赞同,说最好把我饿死。 奶奶牵起我弟弟进屋,她回头看我一眼,嘴角地笑略带嘲讽。 我在院子里过了一夜,天不亮奶奶就把竹篓往我身上一扔,让我去割猪草。 肚子饿得有点发虚,但我还是不敢说什么,背着竹篓就出去了。 路上遇到村里的人,都默契地躲开视线,生怕沾了晦气。 在我走过去后,又在背后指指点点。 大早上碰见他,真是晦气,可不是吗? 要我说老李家还是太善良,是我出生就给他扔了。 要我说就该这样,免得旁人也惹上一身星。 我低着头默默加快了脚步,眼泪无声地砸在我赤裸的脚背上。 割猪草的地方很远,村里近些的被人看见了都要赶我走。 到了割猪草的地方,我放下被篓,先在附近挖醋浆草吃,一个脚步声从我背后靠近。 我吓得一哆嗦,回头看见了一张慈祥的笑脸,是村里的陈阿婆。 她目光在我身上游走了一会儿,随即有些心疼地皱起眉头,柔声问道, 尼尔,我两次路过都碰见你了,怎么跑这么远来割猪草啊? 我如实告诉她,怕被人撞见我觉得晦气,她摇头叹着气,喃喃道, 造孽啊,一个小娃娃有什么错? 说完她同情地盯着我,柔声问道,饿不饿? 割完猪草去我家吃点东西吧,这醋浆草不甜肚子的, 我红着脸不由自主点了点头,她温柔地笑起来, 那我等你,一想到等会儿可以吃饭,我手里的镰刀挥得飞快, 没一会儿猪草就装满了被篓,陈阿婆主动牵着我的手, 跟我说以后可以去她地里割猪草,不用跑这么远了。 我眼眶一热,握紧了陈阿婆粗糙的手,默默点了点头, 去陈阿婆家吃了几个馒头和番薯, 撑得肚子圆鼓鼓的,这是我第一次吃饱饭。 吃完饭,陈阿婆执意要送我回家, 我推脱不过,一路上东张西望,生怕有不善的目光投来。 到了家门我刚松下一口气, 我妈就怒气冲冲奔着我来,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啪,清脆的巴掌声过后,我妈红着眼瞪我, 披头盖脸就是一顿骂,乌鸦嘴,你还有脸回来。 你昨天刚咒你弟弟,他今天就出事了, 一句句恶毒的辱骂钻进耳朵, 我木然地捂着脸,眼泪都流不出来。 又怪我,什么都怪我,这回我弟不小心打翻了热水, 手被烫伤也是我害的。 陈阿婆挡在我身前,愤愤道, 就是娃自己不小心的,怎么能怪到她身上来呢? 我妈恨恨盯着我,指着我鼻子怒骂, 我儿子之前都好好的,就是她皱了才出的事。 陈阿婆,你别看她装可怜就心疼她, 她心思歹毒着呢,她才多大, 能有什么坏心思,陈阿婆话音刚落。 我妈立马瞪圆了眼睛,大声嚷道, 你要是可怜她那你养她吧。 这,陈阿婆看了我一眼,面露难色, 我低下头不敢再看她,又害怕,又有些期待。 哎,陈阿婆叹了口气, 长满老茧的手在我脑袋上摸了摸, 你要是再饿了,就去找阿婆吃饭吧, 不值钱的烂货吃什么饭,就该饿死。 我妈一边骂着,一边扯起我的衣服领子, 我被她拉进院子,抬头看见陈阿婆还站在门口, 一边叹气,一边摇着头。 进了屋,弟弟就在凳子上坐着, 他白嫩地手背红了一片, 奶奶心疼地给他吹着气,问他疼不疼。 见我进屋,奶奶又骂了我一顿, 我妈在旁边帮枪, 他们都觉得是我害弟弟受伤的。 光骂还不解气, 我妈拿起旁边的柳条, 一下一下抽打在我身上, 抽得我身上火辣辣的疼。 弟弟淡定地看着我挨打, 脸上露出一个阴瑟瑟的笑。 最后,我妈打累了, 坐在凳子上喘着气, 她斜眼看着我。 突然意味深长地笑起来, 那个寡老太不是给你饭吃吗? 接下来,你哪儿都不许去, 饭也不许吃, 就在家里干活, 我看看要几天才能把你饿死。 接下来的两天, 我除了喝水, 一厘米都没进肚子。 他们吃饭时, 我就在一旁看着, 鸡汤的香味勾得我肚子咕咕直叫, 弟弟手里的鸡腿更是诱人, 我忍不住流出口水。 弟弟看我一眼, 眼底的闲雾很明显, 他扯了扯奶奶的袖子, 小手指向我, 姐姐瞪我, 我害怕, 果然奶奶沉下了脸, 但还没等他发作, 我爸就先一拍桌子, 站起来, 看着我的眼神, 像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了。 丧气玩意儿, 他大步朝我走过来, 揪着我的衣服领子, 把我拎起来, 挥起拳头朝着我的右眼, 就是一拳。 瞪, 我让你瞪人, 我哭喊着求饶, 他一把把我扔地上, 抬脚狠狠踢了我肚子一脚, 胃里翻江倒海, 一股又酸又色的液体从喉咙涌出, 我吐了一地的酸水。 打, 使劲打, 刚刚那样子, 指定在心里咒我孙子呢, 奶奶拍手叫好, 弟弟依偎在他怀里, 嘴上说着害怕却分明在笑。 妈妈冷眼旁观, 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仇人一样。 我捂着肚子打滚, 无助地哭喊着, 可不会有人来帮我。 过了十几分钟, 我爸打累了, 把我扔进了院子。 没一会儿, 弟弟跑了出来, 冷眼看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我, 他用脚尖轻轻踢了一下我的头, 嫌弃地撇嘴, 你真脏, 活该被讨厌。 过了会儿奶奶走出来, 牵起她的手往屋里走, 严肃地告诫她要远离我, 小心又倒霉起来。 弟弟乖巧地跟着奶奶, 偷偷回头看我时, 露出了得意嘲讽的笑。 第二天, 我妈看我还躺在地上, 过来用脚碰了碰我, 我右眼被我爸打肿了睁不开, 只能用左眼看着她。 没死, 就起来去喂鸡, 说完, 她把装着骨糠的盆扔到我面前, 转身进了屋。 肚子又饿又痛, 头晕眼花看东西都有点模糊了, 我爬不起来, 转头看见旁边盆里的骨糠, 我咽了咽口水, 我想活, 不想死。 就犹豫了几秒, 我把手伸向盆子, 抓起一把骨糠塞进嘴里。 骨糠又干又糙, 在嘴里嚼着没味道, 咽下去的时候还拉嗓子, 可我毫不犹豫又抓了一把, 刚送到嘴边, 我妈就从屋里出来了。 看到她黑了脸, 我下得手一抖, 手里的骨糠洒到了地上。 败家东西, 连鸡时都偷吃, 她骂完眼珠子转了转, 像是想到什么事的转身又进了屋, 我预感不妙, 挣扎着爬起来, 晾呛着网院门走去。 刚走出去几步我妈就追了出来, 她骂骂咧咧揪住我的头发, 把我往里拖。 我爸和奶奶从屋里出来, 问我妈又怎么了? 我妈愤愤地说我跟鸡抢食, 他们听完又开始骂各种难听的话。 真是生了张下贱的嘴, 畜生吃的东西也抢, 鸡还会下蛋呢, 你一点又没有怎么敢吃东西, 赶紧死得了, 说着爸过来一脚把我踹倒在地, 我妈眼急手快踩住我的两个手掌, 然后蹲下来坐在我身上。 她掏出针线, 盯着我冷笑道, 既然你自己管不住嘴, 那我就帮你缝起来。 我惊恐地睁大了眼, 看着她手里尖细的绣花针疯狂摇头, 不要,妈妈,求求你, 闭嘴。 我不是你妈, 她生气地捏着我的嘴, 咬牙切齿地用针扎穿我的嘴唇, 嘴里还在骂, 我真后悔当初没把你掐死, 现在让你有机会祸害全家。 呜呜, 嘴巴被死死捏着发不声, 即使疼得要死我也只能呜液, 温热地泪顺着, 脸颊滑落, 余光瞥见弟弟往这边走了过来。 妈妈, 她拍了拍, 我妈的肩膀笑得天真无邪, 我也想试试, 啊, 我妈一愣,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乖, 上一边去, 别沾染了晦气, 不嘛, 我想帮妈妈的忙, 弟弟扁着嘴撒娇, 我妈里麻软了语气, 哄着她去一边看着, 她不甘地看我一眼, 兴兴走开了, 她就站在一旁, 盯着我妈, 眼底多了些不满和怨念, 正当我差一时, 我妈的针又落下来, 嘴巴上钻心的疼痛, 让我无暇多想, 我扭着身子, 想把手从她脚底抽离, 被她察觉, 又使劲碾了几下, 她沉着脸威胁我, 小煞星, 在乱动等下嘴缝好了, 手脚也给你打断, 嗯, 我不敢再动, 眼神祈求她能突然心生一丝怜悯, 可见她红着眼癫狂的样子, 我绝望地闭上眼, 不想再挣扎, 助手, 一声中气十足的鹤唳 从院门那边传来, 我睁开眼寻声望去, 看到了一脸怒气的陈阿婆, 我妈赶紧从我身上起来, 陈阿婆瞅见我时, 倒吸了一口凉气, 慌忙把我扶起搂在怀里, 流着泪怒斥, 她只是个孩子, 犯了什么错值得, 你们用这么残忍的手段, 对待她, 你们简直是桑尽天良, 畜生都不如, 奶奶阴沉着脸, 让陈阿婆哨管闲事, 连我爸也站出来, 说这是家事轮不到陈阿婆出手, 陈阿婆说她非要管, 我妈冷笑着, 又说出了昨天那句话, 你要是可怜, 她那你养她吧, 可这回陈阿婆没在犹豫, 斩钉截铁地回她, 我痒, 我妈可能没想到陈阿婆这么说, 愣了一下, 奶奶和我爸也震惊地一时间没说出来话, 可这时弟弟却开口了, 不要, 我舍不得姐姐, 她双眼含泪, 一脸不舍的样子, 可这一次, 我妈却没心软, 冲她摇头, 祭祖, 她不是你姐, 是扫把星, 她留下来会害死你的, 你怎么当着孩子面说这种话, 陈阿婆气得直骂, 我妈却毫不在乎, 还笑眯眯地看着陈阿婆, 您这话说出了口就得算数啊, 这丫头以后可就跟着你了, 兴许是真的怕陈阿婆反悔, 我紧紧抓着她的衣角扯了扯, 她察觉后一愣, 低头看我, 哭得更凶, 呀, 这孩子以后就由我老婆子养, 最终陈阿婆给了我爸妈五百块钱, 背着我离开, 离开时, 我爸妈和奶奶欢天喜地地拿着钱, 再三叮嘱陈阿婆不能后悔, 后悔了也不退钱, 陈阿婆冷着脸沉声道, 你们别反悔把孩子要回来就行, 三人连连白手说不可能, 终于把煞星送走高兴都来不及, 只有弟弟阴沉着脸, 像条毒蛇一样死死盯着我, 我静静看着她, 然后冲她咧嘴一笑, 她瞬间捏紧了拳头, 那张平日里乖巧可爱的脸都扭曲了, 我在她怨毒不甘的目光中随陈阿婆离开, 直到看不见那个地狱般的家, 我才松了口气, 趴在陈阿婆背上晕过去了, 醒来时已经在镇上的医院了, 陈阿婆见我醒了立马叫来了医生, 等医生来检查说什么大爱后, 她紧绷的神情才缓了下来, 陈阿婆看着我又落了泪, 她自责那天犹豫了没早点把我带走, 同时怒斥那一家人没人性, 我握着陈阿婆的手, 听着她骂那一家人, 心里前所未有的安心, 出院时陈阿婆的三女儿来了, 她看起来很严肃, 大量我拾眉头一直拧着眉, 我被她盯得有点紧张, 不自觉地往陈阿婆身后躲, 陈阿婆称怪她吓到了我, 她随即缓了神色, 笑着同我解释她天生脸臭, 让我别害怕, 然后转头就和陈阿婆 骂起了我爸妈和奶奶, 她开车送我和陈阿婆回村, 车子开了多久, 她就和陈阿婆骂了多久, 进了村, 她把车子停在家门口, 然后同陈阿婆说, 现在就去把事情办好, 免得夜长梦多, 陈阿婆点点头, 她摸着我的头, 柔声道, 现在我们还要去一趟你之前的家, 你别害怕, 有阿婆和三姐在, 我看了眼表情严肃的三姐和阿婆, 坚定地点头, 好, 我不怕, 奶奶打扫院子看见我来, 随即黑了脸, 她目光不善地盯着阿婆和三姐, 正巧我妈抱着我弟出来, 看见这个场景立马沉下脸, 这么快就后悔了, 我们之前可说好了, 不想要了也别往回送, 奶奶也急忙附和, 就是, 你自愿把这丧门星领回家倒了没可不能算, 我们头上, 三姐美好气地摆她一眼, 激笑道, 脑子通直肠的东西张嘴就喷粪, 你说, 我小妹是丧门星, 我看你才会气, 拉着个脸跟个吊死鬼一样, 脸色这么难看家里死了人啊, 奶奶气的脸都绿了指着三姐的手都在发抖, 你敢这么跟长辈说话, 三姐挑了挑眉毛, 笑得更讽刺, 不要脸的老太婆, 在我面前冲什么长辈, 你这一脸尖酸刻薄的模样, 有点长辈的样子吗? 我小妹要不是福大命大, 早被你们一家人咳死了, 呵, 我妈冷笑一声, 嘲讽的目光扫过我和三姐, 福大命大, 等你被她祸害的时候, 最好别为今天的话后悔, 但是你说话恶毒, 要是被她祸死也是活该, 嗯, 狗叫三姐洋装听不清的样子, 然后掏了掏耳朵, 真是畜生也会说话了呀, 我妈阴沉着脸, 怒道, 你骂谁畜生呢? 哎呀, 对不起, 我说错了, 三姐眨眨眼, 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畜生都知道互宰呢, 所以说你畜生不如才对, 我只有一个孩子, 我妈瞪圆了眼, 死死盯着我, 都怪你这个傻星, 都是你把他们引来的, 我这次没有闪躲, 耿着脖子直视着她, 她气得又骂起来, 小贱货, 你敢瞪我, 看我不把你眼珠子抠了, 说着她放下我地就冲着我过来, 三姐上前拦住她, 吏声喝道, 你敢动我小妹一根汗毛, 我让你等会儿一分钱拿不到, 一听这话, 我妈立即愣住, 奶奶眼睛都直了, 忙问道, 什么钱, 三姐跟我妈说, 需要她签署一个领养协议, 以后我就是阿婆的孩子, 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而作为他们养大我的补偿, 可以获得两万块钱, 我奶奶一听, 立马笑开了花, 没有不同意的, 我不同意, 一直默不作声的弟弟, 开了口, 又泪眼汪汪地盯着我妈, 我舍不得姐姐, 不要把姐姐卖掉, 我妈面露男色, 轻声哄了她几句, 结果她不依不饶, 坐在地上哭起来, 哭喊着舍不得我, 哟, 怎么还有个小绿茶呀, 三姐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弟弟, 弟弟委屈巴巴地抬头盯着她, 每次她一使出这招, 我爸妈和奶奶就无有不应, 加上她长得乖巧可爱, 外边的大人看见她也都是喜欢的, 和讨人闲的我截然相反, 我有些紧张地盯着三姐, 生怕她着了道, 不让她皱起眉头, 一脸的嫌弃, 你要真舍不得你姐姐, 怎么刚才你奶奶他们 骂你姐的时候你不拦着, 现在哭哭啼啼地装什么, 弟弟难以置信地盯着三姐, 刚酝酿好的眼泪都憋了回来, 我妈马上把弟弟护在怀里, 怒斥三姐心肠歹毒欺负小孩, 奶奶气得要拿扫把打三姐, 三姐不再和他们纠缠, 只问他们还想不想要钱了, 奶奶脚下一顿, 犹豫地看向我妈, 我妈咬着牙, 冷笑道, 当然得要, 但是我把她养到五岁, 因为她家里出了不少祸事, 你给两万可不够, 我要十万, 则三姐不耐烦地拧着眉, 冷冷道, 最多两万, 爱要不要, 不是我小妹不值这个钱, 是你们不配, 我妈当即不乐意了, 说不给十万, 就是打死, 我也不让我给阿婆领养, 三姐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机, 说之前阿婆打电话和她商量的时候, 她特意让阿婆给受伤昏迷的我拍了很多照片, 还有医院的验商报告, 就这些都足够让她们一家子进去喝喝茶, 趁我还给你脸的时候, 十香点, 不然别说两万块, 你一分钱都别想拿, 三姐的眼神冷冷扫过几人, 我妈和奶奶顿时晋升, 两人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我爸的声音很兴奋, 这还犹豫什么, 别等他们后悔了啥都捞不到, 理所当然的, 他们同意了我三姐的提议, 后面我上了阿婆的户口, 拥有了自己的名字, 陈兴玄, 不再是煞兴, 丧门兴和扫把兴这种难听的外号, 而是一个真正的名字, 这是三姐给我娶的, 她说以往那段灰暗的日子过去了, 我以后的人生会像星星一样闪耀, 处理完这一切三姐回了城里, 我从此跟着阿婆生活, 阿婆的丈夫早年去世了, 她一个人把三个女儿拉着养大, 如今三个女儿都在城里工作, 都抢着要把阿婆接到身边, 可阿婆在村里呆惯了, 不愿意去城里, 三个女儿只好每月打钱, 不时开车回来看她, 每次回来都要带好多东西, 我还在医院昏迷的时候, 阿婆就打电话跟他们说了我的事情, 他们一致赞成阿婆收养我, 并且给阿婆出谋划策, 阿婆时常带着我跟三个姐姐视频, 然后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跟他们说, 还好现在有星星, 不然你三个带回来的东西, 就让我老婆子浪费掉了, 但村里有些爱讲闲话的就说, 阿婆客夫还有梅儿孙福, 老了梅儿子养老, 现在身边多了个小煞星, 说不准哪天就去了, 我为此第一次跟说闲话的村民对视, 他们对上我愤怒的目光立马逃走, 生怕因此遭祸, 阿婆有次带着我去给她去世的丈夫扫墓, 路经我那次割猪草, 碰见她的地方, 我才明白陈阿婆为什么会往那边去, 我跟着陈阿婆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被养胖了些, 视频时三个姐姐都说阿婆把我养白养胖了, 我比刚见的时候好看不少, 阿婆乐呵呵地说差得远呢, 又每天变招法给我做好吃的, 有天阿婆带着我去镇上买衣服, 路过一家彩票店, 我好奇地张望着不肯走, 我摇着阿婆的手撒娇道, 阿婆, 我们买一张试试吧, 阿婆摸着我的头哄道, 买这玩意儿没什么用的, 不如给你买糖吃, 我可以不吃糖的, 我抬头盯着阿婆, 认真地说道, 他们都说我是煞星, 弟弟是福星, 可如果我买彩票中了奖, 是不是就证明他们说得不对呢? 阿婆盯着我沉默了许久, 然后叹了口气, 无奈笑道, 走吧, 咱们肯定能中个十块八块的, 她牵着我走到柜台前, 问老板要十张彩票, 我赶紧摆摆手说一张就够了, 十张, 阿婆坚持道, 并笑着跟我解释, 十张是十全十美, 咱们讨个好彩头, 见她坚持我也不再反对, 可是我也真怕万一十张都不忠, 那不是坐实了我真的是煞星吗? 可能我的手抖得太厉害, 阿婆还抹扎着我的手背安慰我, 不论中不中奖, 你都不是煞星, 你来, 我身边可没发生过什么坏事, 还让我每天都很开心, 你是阿婆的福星类, 看着阿婆慈祥的笑, 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结果老板递过来的十张彩票时, 我还是有点紧张的, 刮的时候小心翼翼, 一对号码发现第一张就中了十块, 阿婆, 中了十块, 我开心地把彩票递给阿婆, 阿婆眯着眼睛看了看, 笑得何不拢嘴, 我就说我们星星是福星类, 第一张就中了奖, 我彻底没了心理负担, 刮第二张的时候就随手刮开, 一对号码中了五十, 接下来每刮一张我都满怀期待, 二十块, 五十块, 一百块, 五百块, 我约刮约惊喜, 刮到最后一张时, 猛然发现第一张的十块, 竟然是最低的, 阿婆乐呵呵地说不仅回了本, 还赚了不少, 老板也好奇地凑过来, 说还是第一次见运气这么好的, 调侃我最后一张, 该不会中大奖吧, 其实中不中大奖我不在乎了,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煞星, 这么想着, 我缓缓刮开最后一张彩票, 老板的眼睛紧紧盯着被刮开的数字, 全部刮完后, 他对了一下, 瞳孔都放大了, 小妹妹你中大奖了, 五百万啊, 她比我还激动, 她开了十年, 彩票店我是第一次中大奖的, 阿婆和我都有些恍惚, 她让阿婆赶紧走手续对奖, 五百万的彩票扣了税还有四百万, 阿婆一听这数字手抖得厉害, 最后, 我和阿婆迷迷糊糊回了家, 打视频跟姐姐们说了这个事情, 姐姐她们瞬间炸了锅, 纷纷叹我好运气, 阿婆说钱存着留到我长大买房车, 我摇摇头说钱都给她, 如果不是阿婆, 别说钱, 我连命都没了, 阿婆坚持不要, 姐姐们也同意她的做法, 她们说阿婆有她们养老呢, 用不到我的钱, 大姐若有所思道, 说不定小妹真是福星, 自从她进了咱们家, 我工作都顺利了很多, 之前一直谈不下来的项目突然就谈妥了, 一切顺风顺水, 连带我老公买的股都一路飘红, 是啊, 二姐连连点头, 赞同道, 我之前写剧本一直没头绪, 最近却突然开窍了一样, 灵感源源不断, 写完就能高价, 卖出去, 三姐神秘地笑笑, 说她最近桃花, 很旺, 身边一堆优质的追求者, 十张彩票, 每张都中间, 是闻所未闻的事, 我们小妹肯定就是福星, 三姐很肯定递下了结论, 她表示明天要过来看我和阿婆, 她说, 这么大的事估计明天就传遍了, 有些苍蝇可能闻着味儿就来了, 大姐二姐都同意她的做法, 他们俩离得远一点, 还有各自的家庭, 三姐过来是最方便的, 不出二姐所料, 第二天, 好些人上门旁敲侧击地问阿婆借钱, 阿婆板着脸说不借, 钱是给我存着的, 绝不外借, 二姐一回来, 看见门口还围着好些人, 立马语言输出了一波,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亲啊, 平时连个招呼都不打, 怎么我小妹一中了蒋家里, 就多出来这么多熟人, 背地里闲话没少说, 当面也敢伸手要钱是吧? 今天我就告诉你们, 如果你家死了人没钱买棺材, 那我可以借钱给你买棺材, 别的全部免谈, 那些想借钱的不敢跟他张嘴, 看见我眼睛都放光了, 阿婆受不了拿着扫把出来赶人, 滚,都滚, 谁也别想趟我家星星一分钱, 那些人赶紧跑了, 阿婆对着他们的背影还在骂, 丧良心的玩意儿, 我老婆子可记得你们怎么说我家星星的, 以后再赶来我全扫出去, 把这些人赶走后, 阿婆牵着我进了屋, 三姐坐下来劝她, 妈,别为这些不要脸的东西气坏了身子, 我也赶紧给阿婆倒了杯水, 让她顺顺气, 阿婆接过水喝下去,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然后看向三姐, 阿秀, 我想带星星住到城里去, 她马上要上小学了, 住城里会好些, 三姐一听喜笑颜开, 捏了一把我的脸宠腻地笑道, 多亏了你阿婆终于想通了, 以前好劝歹劝都不肯搬城里的, 你可真是咱们家的小福星, 阿婆一本正经地解释说, 因为怕给他们添麻烦才不想去, 而且城里带着没事干她不得劲, 现在带着我她每天有的忙活就开心, 哪里对我好她就去哪里, 我挽着阿婆的胳膊表示, 阿婆去哪儿我去哪儿, 好孩子, 阿婆欣慰地摸着我的头, 三姐兴奋地规划着我和阿婆搬进城的事, 此时外边却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三姐担心又是借钱的人, 就自己先出去看看, 没一会儿她就黑着脸回来说, 那晦气一家人来了, 现在就在院外守着呢, 阿婆让我在屋里待着别出去, 我不依, 阿婆, 我不怕他们, 他们之前说我是煞星, 我今天要好好气气他们, 三姐也来了近说要借此打他们的脸, 阿婆拗不过我们只好点头硬了, 一出去我就看见了那一家四口, 他们隔着院门看见我眼睛都亮了, 我妈张着嘴一时噎住, 我知道她不知如何称呼我, 我以前没上户口, 他们连名字都不给我取, 一直叫我煞星, 灾星, 最后她干巴巴地笑了笑, 冲我招招手, 好孩子, 妈来看你来了, 我冷眼看着她, 紧紧搂住阿婆的胳膊, 严肃地告诉她, 林方琴阿姨, 我跟你们一家没有任何关系, 小贱蹄子反了你了, 李承德主着拐杖, 还装腔作势地发怒, 吃了几天别人家的饭,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 你是不是也敢不认我这个罢了, 以前他一变, 脸色我都怕得发抖, 但现在看他这样反而觉得他好笑, 我姓陈, 叫陈兴玄, 而且你不是我爸, 我不认你, 李承德气得一脚踹在院门上, 铁座的院门哐当一响, 他也疼得呲牙咧嘴, 早前我就听说了他摔伤了腿, 这一脚有他瘦的, 这时李母站了出来, 摆出长辈的姿态来, 尼尔, 你别受人蛊惑, 我们才是你的血亲啊, 你认不认, 你爸都是你爸, 而我也是你唯一的奶奶, 这说得仿佛之前打我骂我的不是他们似的, 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我没受蛊惑, 谁好谁坏我分得清, 他还想狡辩, 三姐看不下去了, 开始阴阳怪气, 之前还骂我们星星是煞星, 让我们千万别后悔领养他, 怎么说这话的人先开始后悔了呀, 我们家的士伦不到, 你一个外人插嘴, 李承德咬着牙怒吃三姐, 三姐笑他脸皮厚的塞城墙, 蚊子站上面都无处下嘴的, 行了, 阿婆喝道, 他冷眼扫尸这一家人, 冷冷开口, 星星现在上了我的户口, 是我家的人, 这点是你们怎么扯皮都没用的, 你们无非是见他中了奖想谈他的钱, 我告诉你们休想, 死老太婆,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她是我生的, 我有多少钱都该是我的, 林方勤急了, 指着阿婆鼻子就骂起来, 阿婆催他一口, 沉声道, 你们不配做他的父母, 此时李济祖突然大哭起来, 所有人看向他, 他抽抽大大盯着我, 姐姐, 你不要爸妈也不要我了吗? 我们可是一起从妈妈的肚子里出生的, 我态度依旧坚定, 语气决绝, 我说了, 我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呀, 林方勤一屁股坐在地上, 哭诉着她的不意, 我十月怀胎辛苦生下你, 生产的时候差点没了命, 你跟我说这种话你对得起我吗? 明明他生我没费什么劲, 反倒是生理祭祖的时候, 因为胎儿太大折腾了很久, 结果现在怪我头上来了, 我无情撕破他虚伪的面具, 他闹得更凶, 说今天非要把我带回家, 阿婆让我别再跟他们扯皮, 领着我进屋, 任凭他们在外面哭天喊地, 也不管, 三姐对着他们又输出了一波, 结果也在他们的后脸皮 一下败下阵来, 懒得再掰扯, 后来三姐去打了个电话, 打完后她笑得很神秘, 说明天就让那一家无赖尝尝苦头, 第二天一早, 阿婆就起来收拾东西, 准备进城了, 她说尽快动身, 免得夜长梦多, 天还没亮的时候, 那一家四口又来了, 三姐说不用理他们, 等会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没多久几辆面包车停在家门口, 一群穿着黑衣黑裤的壮汉 从车上下来, 那胳膊上的纹身, 看得我都有点发怵, 三姐却说不用怕, 这是她请的保镖, 她跟阿婆解释说, 这是她请来搬家的朋友, 阿婆这才去开了院门, 那一家四口就干瞪着眼不敢动, 直到东西都搬上了车, 我出了院门, 李济祖突然扑上来抱住我,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姐姐你要走的话, 带我一起走吧, 我推不开她, 一个壮汉就着她衣领子 像拎小鸡仔, 一样把她低溜起来, 扔给她爸妈, 我冷漠地瞥她一眼, 沉声道, 滚, 然后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身后传来的谩骂, 我也充耳不闻, 一路顺顺当当进了城, 一开始我们和三姐住, 其间大姐二姐亲自来看了我, 他们对我很热情, 把我当家人看待, 他们的小孩也像他们一样, 我和阿婆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 阿婆说原来城里的生活 没她想得那么无聊, 能玩的地方 那么多每天都想带我出去溜湾, 后来三姐为我办好了入学手续, 阿婆带着我搬出来, 在小学附近租了房, 平日里除了照顾我还能在附近公园溜溜溜湾, 甚至捡了只小狗回家养着, 取名符符, 我入学后一切顺利, 同学们都喜欢跟我玩, 课本上的知识我一看就会, 第一次考试就拿了一百分, 阿婆笑得都合不拢嘴, 日子波澜不惊地过着, 到清明时, 阿婆和姐姐们带我回村里给阿公扫墓, 听村里人说前段时间李家三个大人中毒身亡, 警察来调查发现是李记组做的, 警察审问时, 他还哭着说没了家人, 要去城里找姐姐, 我听完一阵恶寒, 还好他现在被送去了特殊机构监禁, 没机会找上门, 真有一天他找上门我也不怕, 邪不压正, 我服大命大可不怕他一个小煞星。